事实上,你一直供养,你就一直得到加持 请问你对你爸爸妈妈很孝顺很孝顺 请问财产给谁 因为爸爸妈妈最好的就是要给你而已 而且我们是佛陀的独生子 为什么?因为发菩提心的人很少 愿意承担佛陀责任的人太少 所以你只要愿意都可以 念一下,贿入功德海 这个佛塔从盖好的那一天 那个时候佛教一定是非常的兴盛 百千万人在这边供灯,供香,绕塔 那我们又点一只香,供一盏灯 又融入在这里面 就像佛陀讲的,你用一杯水供养佛 然后只要你想,我要布施给动物 那动物超度,我要布施给功德 布施给恶鬼,一杯水超万超度 填充题,一杯水可以超度多少恶鬼对 恶鬼到?八万四千 下回要参加短期出家先考试 呵呵呵呵 一杯水超度八万四千的恶鬼 所以一杯水可以超度所有被烧掉 吃掉的海鲜水产 所以各位,因为什么?佛的力量 你都不会念,你只要供养 所以这个佛塔,各位把它放在心里 永远放在心里 甚至你明天可以买他们这边的小模型回家 好不好? 小模型,现在很简单 手机拍起来就好了 打开就OK啦,对不对? 请问你手机打开看到你儿子想不想他 当然想不然你把它拍下来干嘛 你会把它放在手机第一面 这是我最爱的儿子女儿 所以等等 所以那各位,如果你心想的佛 佛的力量就透过你的心就展现出去了 这个是大乘佛教最容易的 念一下,一行道 一心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念谁? 念你跟念众生 你只要跟他接上线 所以这个修行太简单 意念三报 你越想帮助众生 你越想帮助自己 越意念三报 这样就好了 所以那我们时时刻刻 特别我们意念那么多 所以就像我在超度 这个佛塔 我马上观想 融入那张牌位 请问他会不会跳起来 因为佛塔的功德 所以记住这个力量 不是我们的力量 所以我发觉我去看那些得癌症的人 看那些受苦的 我觉得力量很大 他们马上会有改变 我们的心只是一个镜子 把我们的这些善根功德反射 佛菩萨的功德反射给他 所以你的心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丰富 就像你去阿尔卑斯山回来 心里都想着他 对不对 就像情人说 我的心里只有你 完蛋了 完蛋了 那个赶快断除掉 我们是心里只有佛塔 有净土 对不对 把他转去那边 但世间人执着 你听我这样讲 如果一个人去执着一个东西 那个人苦不苦 悲剧 真的是像地狱一样 苦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到处都去结善缘 到处去累积功德 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佛洛夫土 在这边念一下 共香 共灯 共水 甘露诗诗 慈悲焉供 药师焉供 转经凡 有没有意义啊 非常有意义 甚至各位还穿着衣服来 发菩提心 短期出家 当然也感谢翁哥给我们安排 这个时候傍晚都不会热 明天白天你来看看 你不戴帽子还受不了呢 所以当然修行人叫 随时热也好 反正热有风 对不对 但是热可以看到佛塔 但是这个世界就像黑暗 那我们一念佛塔就放光了 就这个意思 佛像永远放在远远的地方 你拜他 佛像又放光了 但是佛一直在加持了众生 但是你一拜他 他就一直放光 就像那个 那个各位的照相机会闪光 对吗 你拜一拜 你礼佛 你供养佛 你意念佛塔 他就一直放光 一直放光 所以虽然我们自己这个光不强 但是这一次萤火虫已经很漂亮了 因为世界都是黑暗 当然也结合更多人的力量 一起来念是光明骗照 普度众生 那你要光明骗照 那你叫何为一体 各位跟香何为一体 好不好 没有我 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 甘露香 请问你的名字叫菩提登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没有自己了 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 婆罗浮屠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查你不会上网查 婆罗浮屠佛塔 见我即见塔 了解吗 见塔即见佛 两个意思 所以佛陀用各种方法 让别人见到他 用塔 用佛像 用咒语 用唐卡 用经典 佛陀就是要让你见到他 因为见到他 你才会认识自己 生命的意义在那里 凡所有像 都是骗你的 都是虚幻的 佛陀教叫你看到真相 实相 你也叫 是诸法空相 让你看到你本来的面目 本来的面目多好啊 不会生 不会死 不生不灭 不会脏 没有污染痛苦 不增不减 本来的面目是 极静快乐的 自在的 所以就像天空的月亮 高高挂在这边 挂着一样 所以月亮的光 事实上也是虚幻的 那只是一个反射光而已 但是 它就时时刻刻在 变造大地 所以希望大家养成习惯 心跟佛塔合在一起 心跟净土合在一起 心跟观音菩萨合在一起 但是就不要跟自己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这个叫烦恼我止 所以 这是一个 一个习性 你要把它改变 一直改变 就像现在人家刀子 要杀你 你不能怕 没有我给你杀 但是刀要砍你 你会怕 那你就被砍到了 如果你不怕 砍得到砍不到 砍不到 就像莲花生大叔说 真的有鬼吗 告诉我 赶快叫我嘴巴打开 我要跳进去 这样 因为我跳进去 他就变佛 这样可以 我也变佛 所以 因为他是欢喜的 去爱对方 接受对方 而不是怕 但是你有对立 那就是怕 所以我想各位 不要让自己的对立心跑出来 我是男人 他是女人 我是女人 他是男人 这个叫对立心 我喜欢 我讨厌 大部分的凡夫 都是在这个 凭着感觉走 而不是凭着智慧走 就麻烦了 你就会一直 喜欢甜的 喜欢 好的 喜欢感受好的 那你是在追苦 人家是在追乐 所以 学佛以后 特别那天讲 菩萨界以后 断除自力 断除为自己的利益 唯有为别人 为众生 凡为自己想是所有痛苦的因 凡为别人众生想是快乐成佛的因 你要转变 这样 所以佛陀教转 转念 转法轮 你一贪嗔痴又苦了 你一利他菩提心又乐了 当然你透过修行 打坐 念佛 帮助老人 救蚂蚁 都可以喂鱼 放生 特别现在有 这么多好的骗子 所以那天我在想说 要发明一个佛教手机 对不对 什么打开都是好的 都是叫你能够给予正念的 就像一个人生病了 我们就是告诉他什么都是假的 现在观想阿弥陀佛 观想极乐世界 跟我念佛 你要带着他 你不带着他 他又失去正念了 那同样的我们也要 带着我们的心 由心带着我们的嘴巴 把我们的身体的行为 一直朝佛的方向 以佛合为一体 三昧的意思 所以所谓金刚秤也好 我们念佛持重 叫身口意合为一体 叫一心念佛 所以叫发心持重 那你抓住这个重点就好了 但是我们必须透过境界的加持 所以来到一个有加持的地方 这种加持力 会让你心量广大 就像你去极乐世界 哇 这样 因为那个是 元启法创造的一个虚幻的世界 是有阿弥陀佛的功德力 虽然是虚幻 但是却可以引起我们的无量心 那各位当然要让自己 一直一直想办法去转化 把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一切 都开始转化 吃饭也好 走路也好 那就像各位这几天快不快乐 因为没有带你太太来 因为没有带你老公来 因为没有带着你的家累来 这个我们叫出家的意思 叫出离心 我们以前以为带着是快乐 带着是累赘 如果都是在学佛那没话讲 如果没有 那这就是个压力 你要谈东它跟你谈西 对不对 你要谈放下它跟你说 你不要跑 你会觉得格格不入 所以当然你要让自己安定 所谓安定是 你要超越这个放下或不放下 超越有或没有 就是说修行对你来讲 时时刻刻都在修行 出家也在修行 在家也在修行 健康也在修行 生病也在修行 这样而已了 我们如果没办法 当然阿弥陀佛说了 那你先去极乐世界吧 因为你还有分别心 你没有正的无身法忍 你对世间这个法的变化 一直起心动念 控制不了 所以 那你一定要先去净土 当然平常各位要联系 思维空性 也就是说 当我们起了分别心 那你要告诉自己 这不对的 你要安忍 安忍 别人骂你本来就不对 但是他骂我是他应该的 他可以 但我不行 因为我在修行 所以别人痛在叫是正常的 我痛也可以叫 叫什么 叫阿弥陀佛 叫观音菩萨 我要把痛转成对别人的帮助 而不是被痛抓走了 那这个就是你要如何去 去告诉自己怎么做 那环境越复杂 你越容易开悟 但千万不要说 那我就躲在一个寂静处 我们讲的寂静是心寂静 不是地方 现在你在这边打坐 等一下你会听到所有昆虫的声音 但是你说他来闹你吗 没有 因为他是自然的声音 所以 只是 不能去欣赏这个 这是他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要 读自己的心念 现在的念头在哪里 现在的念头 有没有看到底 看到底就没有念头 念而无念 现在念头在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目的也让你看到底 就是空性 慈悲 这样而已 看到佛陀的心 去极乐世界叫什么来 成佛般 就是大家都只有一个动机 成佛 这样而已 所以动机就是很正确 那为了成佛 就要发成佛的心 成佛的心叫菩提心 这样 所以 但是要有菩提心 那你就要有空性 不然没有空性 所修的都不是菩提心 那从那边毕业了 回到这个娑婆世界 那你就是安坐在空性 跟追求成佛的愿力 这样而已 去 帮助别人 去帮助众生 我想各位最好多做一些思维 就像我 我很喜欢把佛塔 每一个佛塔 记下来 我这个人叫我背书 背得不好 但是看印象 我看得很紧 所以这个人以前看过的 在过多久我都还记得 但是你叫我记他的名字 早就忘了 那是 所以看佛像 就像各位今天去看那尊 法身佛 观音菩萨 大师师菩萨 你看一次 身身世世 你都会记得 所以你去看就觉得 这个熟悉 这个很熟悉 这一点要记住 看三宝 加食物很发喜 看到世界 哦 云青在主 你不要去追那个感觉 像你们会结婚 或生小孩 小孩那么多 你为什么专爱他一个